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爱心角落溥仪是光绪皇帝的侄子 他三岁继承皇位 名义上是同治帝的私子 尖跳光绪皇帝 他的年号是宣统 按照我们习惯用年号来称呼清朝皇帝的做法 我们本应该称他为宣统帝 但是大家对这个说法可能远不如末代皇帝 或者直接就是他的名字溥仪来得更熟悉 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溥仪在位的时候 年龄太小 这个在位的时间可能太短了 并没有真正行使过一个皇帝的职权 另一方面 他主要的人生经历都是在退位以后 后来还变成了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公民 所以用名字来称呼他 确实更符合他普通公民的身份 以及他希望成为一名普通公民的愿望 溥仪于光绪32年 也就是公元1906年 这一年农历的正月14日出生在淳亲王府 他的父亲宰丰 由于是第二代淳亲王 人称小淳王 那老淳王就是第一代淳王一宣 是刀光皇帝的第七子 在新有争辩当中 溥仙与哥哥公亲王一新 共同帮助两宫太后推翻了顾命八大臣 掌握了实权 因此后来也是备受重视 被慈禧加封为铁帽子王 成为皇室当中地位最显赫的亲王之一 这个我们以前都讲过 载封是溥仙的侧氏所生 本来承袭王爵的希望并不大 不过大家都知道 由于溥仙的嫡附近 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 耶和纳拉氏 她所生的嫡子载田 被慈禧选入宫中 成为了光绪皇帝 于是淳亲王这个爵位 就落到了载封头上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讲过 慈禧对载封 或者说对淳王家族 那一直是非常重视和关注的 这一方面是由于清朝 从统治皇帝开始就午后了 而统治又是咸丰的独子 所以同治死后 皇室中从血缘上讲 最亲近的就是咸丰皇帝的诸位兄弟了 而作为咸丰帝亲弟弟的义宣 无论是从亲缘关系上 还是从个人特质上 都是慈禧理想的操控人选 加上其子又成了皇帝 这就让淳王府与宫廷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提到过 慈禧在西桃回来的路上 亲自给崽丰指了婚 福晋选的是慈禧自己的亲信融入的女儿 瓜尔嘉世 我们也讲到慈禧这一举动的含义在于 等崽丰与瓜尔嘉世生育了子嗣之后 这个孩子就可以继承光绪皇帝的皇位 所以早在溥仪出生之前的四年多 就有一个皇位在等着他了 关于溥仪的父母 父亲崽丰不仅是继承了淳王的爵位 也继承了他父亲一宣的性格特点 胆小懦弱 优柔寡断 但这正是慈禧需要的性格特质 所以啊 崽丰是挺受重视 而溥仪的母亲瓜尔嘉世 则性格霸道跋扈 很有奇人女孩子的那股霸蛮劲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当中描述 他母亲在嫁入淳王府之后 就要求大家都称他为老爷子 大概是模仿慈禧 让别人称呼他为老佛爷 代表自己的地位很高 有一天崽丰回到家中 看到家里的窗户还都开着 就问府里的太监说 怎么不关好窗户呢 得到的回答是 奶奶还没回来呢 不忙关 气得崽丰就罚他蹲在地上反省 旁边的女仆还帮着主人训斥这个太监说 要是老爷子还不把你打成稀烂 意思是你就庆幸这个罚你的是王爷吧 只给你这么轻的惩罚 可见瓜尔嘉世在家里的厉害程度 而当瓜尔嘉世不负慈禧的众望 生下了嫡长子溥仪之后 他在王府当中的地位就更高了 当时溥仪的出生啊 可不仅仅是王府的喜事 也是整个皇室的喜事 毕竟崽丰是光绪皇帝的亲弟弟 溥仪是皇帝的亲侄子 是和皇帝血缘上最为亲近的皇室后代 当溥仪出生的消息报告到宫里 光绪皇帝还专门发布了上誉 按照皇族的辈分排序 给淳王崽丰第一子命名为溥仪 这个时候给侄子起名的光绪帝心情 应该是很复杂的 一方面他应该为自己家族增添了仁丁儿感到高兴 另一方面多年的宫廷生涯和政治斗争 也让他心里非常明白 溥仪的出生对自己可能意味着什么 溥仪出生的这一年 光绪皇帝36岁 慈禧72岁 两年多以后 这两个人将分别在两天之内先后辞别人世 那也就是溥仪继承皇位的时候 在此之前溥仪的身份就是一个亲王的世子 但是由于身上暗含的这种使命 他的出生让父亲宰丰的地位开始不断提高 慈禧先是让宰丰在军纪大臣上学习行走 半年之后就变成了真正的军纪大臣 参与到了清廷最为核心的决策系统之中 慈禧这一举动背后的含义 在朝臣的眼中那也是不言而喻的 当时甚至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宰丰自己也可能继承皇位 国文贝成一书当中就说 张之洞曾经对慈禧建议 国有长军设计之福 不如尽力宰丰 就是国家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 需要有一个可以依赖的年长的君王 不宜再立一个幼子了 不过慈禧没有接受他的说法 光绪34年10月20日 垂危之际的慈禧发布一旨 将溥仪送入宫内教养 在上书房中读书 溥仪在回忆录中说 当宰丰带着这道一旨回家迎接儿子入宫的时候 那整个王府上下陷入一片混乱 宰丰的生母当即晕了过去 作为疼爱孙子的祖母 这位老福晋太明白入宫是个什么含义了 光绪皇帝虽然不是他所生 但是光绪在宫里的遭遇 他是看得清清楚楚 如今自己的孙子也迎来了这样的命运 他怎么能受得了呢 老福晋运倒了 那王府的太监丫鬟 灌姜汤的灌姜汤 找大夫的找大夫啊 忙作一团 但是宰丰已经顾不上母亲了 他在忙着啊 命人给溥仪换衣服啊 准备各项遗志送儿子入宫 而三岁的小溥仪啊 不知道这是要干嘛 连哭带打不肯配合 最后还是他的乳母说 要不给孩子喂点奶安抚一下吧 才算是止住了这个溥仪的哭闹 最后宰丰和军纪大臣们决定 让乳母抱着小溥仪一起入宫 才算是把孩子顺利接走了 溥仪说啊 尽管入宫的时候他才三岁 其实啊这个还是虚岁 实际年龄也就两岁多 但是他仍就能够依稀记得 第一次见到慈禧太后时的情景 他总结啊 大概是强烈的刺激 让这一印象一直保留在他的脑海里 他记得自己被带到一个满是陌生人的屋子里 看到一个阴森森的围杖 里面露出一张丑得要命的兽脸 吓得他立即嚎啕大哭 慈禧就命人拿来一串冰糖葫芦给他 可是极度的恐惧啊 让小溥仪对美食也失去了兴趣 一把将冰糖葫芦摔在地上 哭喊着要嬷嬷 要嬷嬷 就是要找自己的乳母 这下子搞得慈禧很不愉快 大概还从来没有人敢这么直接的表示对他的不喜欢 说这孩子真别扭 抱到哪儿玩去吧 后面的事情大家就都知道了 溥仪入宫的第二天 光绪皇帝就龙玉上宾 第三天 慈禧太后也去世了 就这样 溥仪于入宫就穿起了桑服 被人操控着 在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的灵灸之前行各种大礼 一个三岁的孩子根本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 被折磨得疲惫不堪 嗓子都哭哑了 那群臣在一边则纷纷赞叹说 哎呀哭得这么伤心 真是一个孝顺的继承人啊 17天之后 就是光绪34年11月初9日 溥仪的登基大典在太和殿举行 农历的11月啊 天气已经非常的冷了 一个三岁的孩子被放到了门户大开的 偌大的太和殿当中 偌大的龙椅上 他自然是不干了 一直哭喊 我不挨这儿 我要回家 我不挨这儿 我要回家 他的父亲宰风则跪在地上 双手死死的把他按住 不让他挣扎逃脱 可是皇帝登基的这个大典啊 礼仪凡复 群臣是一轮又一轮的跪拜 显得没完没了 溥仪的哭闹啊 也是越来越厉害 宰风只好一面摁住儿子啊 一面安抚他说 别哭 别哭 快完了 快完了 后来人们都说啊 宰风这话是真不吉利 无异于趁眼啊 大清的气数的确是就快完了 三岁的溥仪当然并不关心大清的气数 登基大典之后 他发现啊 他想回的家是回不去了 只能待在阴森森的这个宫殿当中 唯一值得安慰的就是有儒母在身边 父亲宰风作为摄政王啊 虽然能够经常出入宫廷 但是终日被各种繁杂的政务缠绕 根本无心关心儿子 当然对于宰风而言 在光绪帝和慈禧太后都突然崩世 朝中一片混乱的情况下 稳定好政局就是他对儿子最大的爱了 在此期间啊 宰风主要做了两件事 首先是平复皇室成员当中对自己儿子即位的这个不满情绪 比如宫亲王一心的孙子小公王蒲伟 之前慈禧在禁之宗室当中 领选皇位继承人的时候 蒲伟也被提名过候选人 毕竟啊 他的爷爷一心 比溥仪的爷爷一宣更能干 功劳也更大 加上当时有不少人认为 在内忧外患之际 国赖长军 年近三十 而且也是算比较能干的这个蒲伟 无疑是更合适的继承人选 但慈禧可能出于当年对一心的不满 也可能在选择溥仪的时候 慈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马上就要离开人世了 仍旧抱着择立右递 自己继续操控政局的这样的想法 因此啊 并没有选择年长的蒲伟 慈禧去世之后 蒲伟很不满 几次大闹宫廷 宰风只好对他进行各种抚慰 还表示以后会重用他 慢慢地抚平了蒲伟的情绪 此外还需要安抚的就是 新晋太后义和那拉氏了 她是光绪皇帝的皇后 慈禧的侄女 蒲伪即位之后 她被尊为龙玉太后 但是对于慈禧临终 让蒲伪即位载风设政的这个做法 龙玉心中难免也有所不满 自己的姑妈做了将近五十年的临朝太后 怎么到自己这里就不能像他一样太后秉政 而是把主要的权利给了载风呢 加上当时有大臣建议 让载风夫妇搬到紫禁城来居住 这样一方面方便照顾又小的皇帝 另一方面摄政王每天处理政务会更便捷一些 这个可让龙玉没法忍受了 如果载风夫妇真的搬到宫里来 他们的儿子是皇帝 那这两口子岂不成了太上皇和太后 自己的位置可就尴尬了 载风得之后就赶紧跑到龙玉处 赌咒发誓说他们夫妇绝不会搬到宫里来 宫内的事情肯定还是龙玉说了算 作为摄政王 他绝不干预后宫的秩序 这样才算是把龙玉太后给稳住 载风做的第二件事就是霸出袁世凯 我们之前讲过 在戊须变法家要失败时 光绪皇帝和新党曾经想要谋求 手握兵权的袁世凯的支持 但是袁世凯表面向皇帝表忠心 暗地里却跑到后党一边出卖了维新派 当然袁世凯到底有没有向后党告密 学界还有所争论 但狡猾的他并没有帮助光绪帝和维新派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我们也说过光绪因此一直痛恨袁世凯 经常画个小乌龟上面写上袁世凯的名字 然后把这个纸片撕的粉碎 载风成为摄政王之后 怎么处理袁世凯 这个的确是个问题 先抛开袁世凯是否出卖了自己的哥哥不谈 当时朝中的局势是袁世凯用重金买通了宗室重臣一筐 两人沆瀉一气 袁世凯又手握重兵 这个对载风摄政王的权力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甚至有人对载风说 袁世凯在密谋雍丽龙玉太后垂帘听政 企图扳倒他这个摄政王 这可是载风无论如何都没法容忍的了 除掉袁世凯势在必行 载风先和满洲清贵们商量如何除掉袁世凯 大家主张干脆将袁世凯杀掉 特别是蒲伟很想立此其功 表示自己可以用曾祖父道光皇帝赏赐给祖父一心的玉刺宝刀 我们讲一心专题的时候 讲过这把刀 大家还记得吗 蒲伟表示自己就用这把象征无上权威的宝刀 直接把袁世凯给杀了不就完了 但是载风没有同意蒲伟的主张 他优柔寡断的性格在这个时候又开始作祟了 总是觉得宗氏这样直接杀人是不是不妥啊 也或许他是担心蒲伟杀了大家都痛恨的袁世凯之后 会更加鞠躬自傲欺验嚣张 那就更难控制了 于是就说还是召集军纪大臣们商量一下 该怎么处理此事吧 但这里面的问题是啊 袁世凯自己就是军纪大臣 在军纪处也有自己的派系 刚才我们讲了领头的一框就是他的死党 现在载风却要召集军纪大臣讨论如何处理袁世凯 这实在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很快啊军纪大臣们就前来开会 只有袁世凯被拒之门外 这让他意识到形势可能对自己很不利了 所以就在大家商量的时候 袁世凯就买了一张火车票跑到天津去了 那我们回到军纪大臣会议这一边 一框首先不同意除掉袁世凯 甚至哭着为袁世凯求情 那载风就把目光转向了德高望重的张之洞 他知道张之洞素来与袁世凯不合 觉得他一定会支持自己 没想到张之洞却表示 主少国仪不可轻于诸禄大臣 就是说在目前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下 轻易诛杀重臣可能会引起朝廷内外的恐慌 这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 起码当前不应该这样做 载风被张之洞说服了 决定不杀袁世凯 只将其撤职 之后又在一框的运作之下 连撤职的说法都被改成了 是袁世凯患有足疾 就是脚有病 让他回老家养病而已 袁世凯的隔职离任 看起来是给载风扫清了一个摄政的障碍 但是作为历史研究者的后见之明 我们都知道 载风的意识手软 实际上是给儿子和清朝的 后来的局势都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 此后载风改革军务 任用新人 还宣布要预备立宪 结果成立了个皇族内阁 遭到了舆论的巨大非议 而在这一过程中 小溥仪则渐渐的适应了宫里的环境 到宣统三年 他虚岁六岁了 按照惯例应该读书了 龙玉太后和载风 给小皇帝隆重选择了读书的地点 在中南海迎台的普通书屋 据说这里是乾隆做皇子时读书的地方 这里面的寓意就是希望溥仪能做一个像乾隆一样出色的皇帝 只可惜 迎台这个地方四面灵水透风 太冷 一个月之后就搬回了御庆宫 载风还给溥仪安排了三位师傅 分别是大学士陆润祥 理学馆总裁陈宝琛 满洲大臣伊克坦 分别教授小皇帝满汉文化 不过像多数五六岁的小孩子一样 溥仪根本无心学习 他回忆说自己当时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在院子里看蚂蚁搬家 一看就是好长时间 耽误了上课 师傅拿它也无可奈何 而这个时候 宫外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刚才我们说宣统三年溥仪六岁 而宣统三年就是公元1911年 这一年的十月十日 湖北新军在武昌起义 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 消息传到北京举朝恐慌 一筐等人趁机建议 宰封让袁世凯复起 表示除了袁世凯之外 没有第二个人能挽救现在的危局 慌乱之中的宰封竟然接受了这个建议 11月1日 宰封宣布解散皇族内阁 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然后宣布效仿英国施行君主立宪 就是皇族以后不再管理朝政了 就这样袁世凯前往北京 组建自己的内阁 取得了清朝的大权 事实证明啊 宰封不但毫无政治能力 甚至没有一个基本的这个局势判断 袁世凯一到京城就逼迫 龙玉太后下发一职 解除了宰封的摄政王一职 宰封让袁世凯赴起 袁世凯让宰封赴贤 随后啊 袁世凯为了当上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开始逼迫溥仪退位 宣统三年11月28日 正在和太监玩木偶戏的溥仪 被带到了养心殿 生平第一次见到了袁世凯 当时的他并不认识这个人是谁 只看到一个跪在地上流泪的胖子 他不明白这个胖子和龙玉太后 为什么都在哭 当时袁世凯正在痛心疾首的表演 表示自己无能啊 武力保住太后和皇帝 请求龙玉接受优待条件 同意皇帝退位 然后又脸色一变的恐吓说 法国大革命就是皇室子孙 不顺从人民的意志 那可是被杀的一个不胜啊 六岁的溥仪哪管什么退位不退位啊 他一心只惦记着还没有演完的木偶戏 等袁世凯一退出 他就跑出去继续看戏了 而悲痛万分的龙玉太后 则连续召集了几次王宫会议 讨论退位之事 那王宫大臣们自然是意见不一 毕竟谁也不敢承担 断送了祖宗基业这么大的罪名 其中啊 公亲王蒲伟 肃亲王善旗等宗室更是坚决反对退位 怒斥袁世凯的阴谋 但是啊局势已经由不得皇室再做犹豫和争论了 急不可待的袁世凯给自己的旧部段祺瑞发去电报 随后段祺瑞就表示 如果满洲王宫再阻挠共和 他就率兵直倒北京 这下子可把龙玉太后给吓坏了 也不管对不对的起列祖列宗啊 决定先保住自己和小皇帝的姓名再说 宣统三年12月25日 龙玉太后痛哭流涕的 在袁世凯送来的退位诏书上 盖上了皇帝的玉玺 就这样 一个六岁的孩子 在不知不觉当中变成了亡国之君 虽然根据优待条件 他还可以保持皇帝的称号 还可以继续居住在紫禁城中 但是入关之后 历经268年的大清王朝 就此落下了帷幕 历史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